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跟大家做一些賽後報告 挑選一些精選的馬 跟大家做一個分析一下 昨天尾場二班千六米 這場馬小弟就看了一條片 因為有時候跑馬都是向前看 過了去的,看看有沒有發掘到資料出來 對下次有沒有幫助 這場馬大家可以看看 這場二班千六米 標準時間二班千六,第一段是24秒7 它是24秒4 今季的草地,因為比之前快些 我用第一班和它比 第一段是24秒7 這裡是24秒4,快了三線 然後又是23秒2 這裡是22秒2,足足快了一秒 一秒,大佬,是一秒 第三段是大約4線 總時間足足,但頭三段 一秒再快,慢回4線 慢回4線,大約 如果用二班,慢回2線 即是頭三段總時間快了六線 沒段快回2線 大家看時間,我自己的小人遇見 不一定對 用自己看馬的方式去看 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場大家可以看看有實力的放頭馬 贏過馬有大金庫 紅衣邱進跑過群組 幸福掌聲 連續三場未失過三格 上場慢步速贏馬 加一隻超級綠洲 新馬,名氣好響 這隻大金庫 贏過馬,放一個快步速回來 輸9個馬位,跑拉尾 紅衣邱進,球員經飽過群組 他都沒有放到盡 跟三位 回來也要斷 輸5個馬位 幸福掌聲 近三仗 近三仗都是 沒脫過五名 一次跑第五 一次跑第幾 然後就贏馬 放到回來走二位 放到回來也要輸3個馬位 跑第八 最厲害就是這隻超級綠洲 三四四五 可以維持輸兩個馬位 可以證明到 頭四名馬 全部都後上 等於可以說 是一場不理前面放的馬 如果不理前面放的馬 既然這隻超級綠洲 就算是最好的 但他沒有衝刺力 守住 叫做韌 幸福掌聲 大金褲 紅衣 休俊 回來就散了 既然是利後上 幸福笑容 後上 一舉 殲滅了所有對手 但頭幾名 都是一個馬位 裡面分勝負 你買了哪隻都不等於 哪隻好些 大家叮叮叮叮 鬥下去 反而大家 我想看看這隻 非凡才子 小弟 不幸 就買了這隻馬 賺了一個快步速 衝上來輸兩個馬位 還有那隻四通八達 看看這隻非凡才子 多麼不幸 值不值得下次跟進呢 前面 前面 幸福笑容 幸福掌聲 出去做 報出 順便 非凡才子 現在 扭了六個尾椅 結彩繽紛 懸蘭 攝上來 這隻是帳搖 四通八達 就在這裏 這隻就是非凡才子 這隻就是非凡才子 非凡才子 和壯士肥 來的 好了 接近這個就是 香港泰院灣 前面帶頭 是那隻大金褲 這些帶頭的全部 都散了 第三位 藍衣 超級綠洲 這隻超級綠洲 算是最厲害的一隻 擺在頭四名那隻 這隻是超級最近的 這段你開到22秒2 看看非凡才子 後來有沒有騎過這隻馬 不是在找位 完全沒有位 那些馬 所以對前面的馬 是很不利的 這隻非凡才子 這隻 是要看一看的 但非凡才子在裏面 布文先生有沒有騎過這隻馬 大家看看 但是沒斷他怎樣 交換轉徑出來 你看看他 有沒有騎過的 在裏面 非凡才子在找位 後一層的馬 不是在找位 完全沒有位 怎麼找 這裏抽到夢空 打開了 撲上來 騎幾步 就彈上來了 已經 必妙聲都很厲害 蘇寶羅那隻 但是快步速賺了 兼打開了 那些仗耀 當裏面那些都不是馬 根本 整條直路都沒有騎過 還說找位 怎麼找啊 大佬 值得跟進就是這隻 還有非凡才子 這隻 必妙聲都賺得很厲害 已經必妙聲都左 這裏 非凡才子在這裏 必妙聲在這裏 必妙聲在這裏 必妙聲這裏開始騎到 他這裏都沒有騎過 好 最後那裏打開了 一百零鬆一點 衝上來 輸了兩個馬 超級的那隻 必妙聲很厲害 超級六張都頂得很厲害 超級六張都頂得很厲害 紅衣丘俊 大金庫那些都斷了 他都還在 跑第二名的馬 就是有而至好 第三 那些可以 憑這一段 大家可以看 我暑期做的賽事尋寶 都尋到不少寶藏 但 這一陣子開始 都會做一些賽事尋寶 希望賽事中 好像加州議長 再寅歸來 都是賽事尋寶 幫大家尋回來 這相機會超級似的 這一類都是非凡才子 滿面的 直路哦 污文指令人們一直堅持 沒段這邊 現在ysz了23秒 bird 購入還本 pred bed 距離 100米 最最後 100米 大く slowly 好像昨天是 19倍 小弟 garo 非常幸運 這隻必妙星比非凡才子有受阻 但賺了快步速 雖然說賺,也要有能力追得到 如果你沒有能力,怎樣賺都交不到那段勁 後來打開之後,也衝得很厲害 但非凡才子比他差,是找位置持發力 但這隻必妙星打開之後,就有一段直路給他衝 負磅方面有13磅的差距 這隻必妙星當日128倍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下一次賠償 下次如果沒有那麼快的步速,追不追得到 前面那些全部都是追上來的 這隻超級綠洲,就算是放在前面走的最硬的一隻 當然是有個人之處 這些都是可以記錄的 至於將耀那些,就跟前後回來 大圖你今天都沒有表現了 賽事尋寶就是看到這幾隻 再分開時間 大家當這隻幸福掌聲 當他沒有跑過就可以了 大家都明白 沒有特別好說 最後交了前兩段,這裡是快兩線 三線 這裡快了一秒,其實是很恐怖的一秒 不知道各位師兄有沒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一秒是一個很恐怖的時間 快一秒跑馬,我們打個尿陣 不止一秒 但是這段就慢了 後來交了一個快的時間 我自己覺得,在賽事尋寶來說 前面那些,後上那些是賺的 但是賺得來,這隻非凡才子 整條直路困了三百米 必妙星困了大約二百米 然後打開了便衝 這兩隻可以值得留意 然後放在前面 反而這場我覺得值得留意的馬 就是有些賠率可以留意的 就是跑四五六七名的馬 以及第八名那隻 就當他沒有跑過 大家支持一下賽事尋寶的 就按LIKE 有時間可以做賽事尋寶 看看可不可以 尋回一些寶藏 和大家 暑期做賽事尋寶 喜歡研究部速那些 都可以去那裏 看看賽事尋寶的 進去我裏面 可以找回 因為做賽事尋寶 都不太容易 十場馬 可能沒有一場值得做的 做了下來的 其實好像昨天全賽 都還回他真身 不過跑過第四 那條片 大家都可以找回全賽的影片 只有他一隻衝得這麼厲害 這些馬 就是大家值不值得寄存的 各位司經自己定奪 希望各位贏多些 我也要去吃東西 多謝大家 拜拜